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開始節目之前,先回應上星期的問題 所以說西毒是更加恐怖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原來是回音製造機 帶了我們入閉鎖空間 大家看就知道,它這麼喜歡講梁公春日 就打明是閉鎖空間之王 之後應該盡量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希望之後就沒有那麼大回音 可能也會有些的,有時候有些情況就會 但至少今天西毒不在,所以就沒有回音 對 你錯了,它是運回自己的閉鎖空間 越來越好 開始節目之前,也有一個宣傳 各位,大家好,我是福山芳士忌,福山班 大家好 我是馬西亞通話,但1月23日 香港電影 我們要開始拍攝 對 很久不見 對 很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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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香港也可能是世界一人 互相的熱烈客人 所以 他們也會有負責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香港的大家 期待 真的很久不見 我很久不見 我是覆不見 這個1月23日 3月23日 福山芳樹2位 Azer Line Tour的2010-2011的 花崩巴燕 香港的演唱會 其實上次也來過一次了 都蠻富豪 今次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聽一下 買個關子 我都未確定到 還是買個關子 也會有福山芳樹的歌 當然是最令大家熟悉的 當然是Marco7的歌 今個星期第一首歌 就是《特激套黑》 大家可以先欣賞一下 Let's go! 突き抜けようぜ 夢で似た夜明け まだまだ遠いけど Maybe一度にかなるのさ 愛があれば いつだって 俺の歌を聴けば 簡単なことさ 二つのハートを クロスさせるなんて 夜空をかける Love Heart 燃える話題を乗せて ねえ 悲しみと憎しみを 打ち落として行け お前の胸にも Love Heart 真っ直ぐ受け止めて Vetory 何億光年の彼方へも 突き抜け Love Heart Let's dance 星たちも歌う 一瞬だって長くできる 翼を振ったら What with me? Baby 何とかするから その手を離さないで 俺の歌を聴いて 川を立てよう 最後まで諦めちゃいけないで 明日をかける Love Heart 真っ赤な軌跡を描き ときめきっと 微笑みを ばら撒いて行け すべての心に Love Heart 火花が散りそうな ベルトスティー 溢れる想いは 流線形 ときめき Love Heart You could have walk and get it Love Heart 燃える想いは 燃える想いは なぜて 悲しみと 憎しみを 打ち落として行け お前の胸にも Love Heart 真っ直ぐ受け止めて 別に 何億光年の彼方へも 明日をかける Love Heart 真っ赤な軌跡を描き ときめきっと 微笑みを ばら撒いて行け すべての心に Love Heart 火花が散りそうな テレパシー 溢れる想いは 流線形 グッズ激 Love Heart グッズ激 グッズ激 Love Heart グッ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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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當然是我們的舊番回顧 我們第一套要講的當然是 基神光臨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真是只有神知道 很詭異嘉莉略 神經兵 他還放上奇怪的姿勢 這動作很棒 還有他其實是一個很中小的表現 一個打過眼鏡的人通常都有這麼奇怪的動作 有很多不同角色亂入 你知道教了遊戲嗎 很多 我們之前提出的問題是 貴瑪主角只不過是用超異次元理論去攻略一些異次元的女角 之後其實都本著這個宗旨繼續繼續下去 而且我覺得女角是越來越異次元 甚至是超越異次元 首先就是說本身是異次元的神去看任何東西都是異次元的 但在我的觀眾眼光都是 我們本身通常是以第一視點來看的 所以這個視點當然是異次元 即是很難令人代入到他在攻略三次元 話說這麼說 因為那些女角的性格太強烈了 即是那些個性太強烈 有時你在現實上很難找得到 例如我講的歌手花音 即是可以一個人自卑到這樣 你很難找到 那一刻有病 其實應該要送入醫院 不可能還在這個社會生活中 還有電槍 這個是社會的危險 日本是合法的 還有貓樣的電槍在那裡找 但你的問題是拿在這個人手上 拿在他手上就很危險 沒辦法 他根本是用動畫那種表現方式 就是表現一個女角 那些 所以你怎樣跟我說三次元 所以不就是用二次元方式的功力 一個好字是三次元 但其實都是二次元的角色 不是喔 阿媽加米像三次元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認同 阿媽加米挺變態的 阿媽加米我們之後有專輯講的 放心吧 大家不用這麼快 有專輯的 我們聽到一個無邪的偉大的愛情觀 不是吧 盡情留意 我也不知道有些什麼 我幫你宣傳而已 OK 其實神之裡面 其實我感覺就是 他跟今季很多動物共通的劇劇 他嚴格來說 都算是一個平衡世界 一個單元一個女角 當然故事就是有連接下去 這裏之後的事 當然是 但其實那個感覺 其實就是 你兩至三集 一功力完一個女角 一個這樣的模式 其實 但 以這種方式來說 他的表現就是 當然 我們不會看到 所謂一些很深厚的感情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只是用一些非常之 功力 其實 沒有所接任 然後搞定了任何事情 你錯了 是你X星開訪 看到什麼 什麼什麼速殺 開訪 其實這套東西 根本跟功力是沒有什麼關係 雖然他的中文譯名 有功力這兩個字 但老實說 Kiss這東西只是一個儀式 內容是解開一個心結 我問問你圖書館那個 有什麼愛情可言 根本是沒有的 其實是假的 對 沖買 我只要你一口搞定了 你不知道有很多東西 都是假的來之後才去 你炸王眼上 炸王眼上 炸王眼上 這個不是以承吹 那就以承成局 這樣吧 我們說回什麼 我們說回每個單元故事去說 我們之前應該說到 有千金小姐 應該是 不是 你先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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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始第一集 沒有錢的千金小姐 我想比較淺騰一點 可能我當是集數也好 或者他本身強調各樣的東西也好 我覺得那個思想 是薄弱一點的 沒有那麼實的 就算我說我看完幾集 其實我敢觸 我可以寫到東西出來 我可以說到他裡面的思想 但我又不覺得是很濃厚 這套感情 其實他都很黏在漫畫作品的情況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套感情很高 但是你看到 其實他漫畫 在這篇中佔的頁數不多 大小姐說真的 又沒有什麼要說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是描寫不足 我會這樣說 既然是一套 近來的描寫 會描寫三位 那些東西 那他沒有你放心 這就是描寫這個設定 我想說 這就是描寫這個設定 我想說 你見他穿了一雙拳 都知道他朗高了 我意思是說 他描寫不足的意思是說 因為當你 其實這個是神之一個故事 就是這樣 就是你整個故事的經驗 重點是怎樣 令到開導女主角 令到他重新 好像 我們都說了 我們不是攻略 其實我們的桂馬 不是攻略 心靈治療師 是人生諮詢 人生諮詢 都是你一種 是患者 來的 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要緊 精神科醫生 是你的精神病 麻煩 然後就是一個 搞到我不知道說什麼 果然是精神科醫生 一對性下藥 OK 是不是衰 有遊魂出現 先說 因為 其實那個女主角的心理變化 是一個很重點 在故事裡面 如果那個女主角沒有共鳴 所以那個故事沒有什麼看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很著急 一件事就是 如果那個女主角的描寫不夠 其實那個故事的可行性就很低 這一集是這樣的 你看回網上的評價 都是不說攻略的地方 會是比攻略的地方 好看過攻略的地方 就好像最後一集 或者中途說他剛剛 最後一集我覺得不行 中途那兩集就OK 但最後一集我覺得 你會看那些 反而是吸引過去攻略 那段時間 可能不是 我中間就有一集很喜歡 就是他說 他打遊戲 那一集有北 那個集是燒得暈的 那一集很棒 那個不是攻略來的 那個只不過是作者的發洩 你相信 有啊 臭作的大叔 今年 今年蒼田兩套東西 都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 一個是蒼田自己發洩 一個是作者自己發洩 對 就是兩樣東西 不想在家庭之下 就成為了那集 但是 講回說 那個大小姐 我有幾個尾身 好像 我忘記了 類似 我想其實 如果你說說他的情 反而強調 他對爸爸那種忠誠 他不想有欲家明 那種堅決心 應該說 他不想承認他爸爸死了 其實 實際上 是的 因為他繼續維持自己的生活 不想令自己憶氣 其實自己的爸爸死了 於是怎麼樣沒有錢 那種 最終的原因是因為 不想他憶氣的爸爸死 我想兩樣可能都有機會 但是 無論如何 哪一樣都好 那 我想這一個 是重心之一 其實應該強調 就不是說 我說完出來 不斷輕大過就算 那後期 你說 沒有了這個基礎 你之後說 怎樣追女啊 怎樣有什麼劇情 各樣東西 其實基礎不穩之下 你會覺得 那些只是靈工事 我輕大過 我只是 因為劇情要這樣做 就這樣做 就變成 真的不是很深刻 反而你說 因為這個故事 其實都是 比較小的 其實我們之後 去下一個 其實 這集 真的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太多了 其實是 我覺得 他用唱歌佔時間 就OK 中村加隆 是不是加隆 加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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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音 都OK 這些人對我寫加隆很有意見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兩名都一樣 算了 你說加隆的炮 是什麼基本裝備太懶 笑話才有意見 是嗎 我們說中村花音 用粉紅色頭髮來做賣點 一定是黑的 的確是黑的 其實都 怎麼說呢 這個中村花音 其實他說的 其實人本身要說的 真的很少 其實來來去去 都是說很想找人認同 知如此類 其實他不是需要 其實他拿來說 他找人認同的時間 不是那麼多 反而 其實是說他 做歌手事業 那裡 看得出他是有努力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 然後 當日一天 不認同他的時候 就會很低 那種反差 寫下去 是一種自卑感 有病態 其實他有描寫到的 就是看他初出道 那時候 還是三人組年代 那時候 其實他不是 他主力不是推他 其實 他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陪襯品 一個陪襯品 就是 因為這個 機緣巧合之下 而成就了他 但是 其餘那兩位 朋友 因為這樣而失去 這兩位朋友 其實沒有 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認為 其實這個 令到他覺得 就是說 我對不起這兩位朋友 而我不再努力 就是 我不努力的話 我真的會 真正 對不起這兩位朋友 但是我覺得 這個反而 可能是另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 原住好像說 因為我聽讀者說 原住好像說 這一段 就沒有原生的知識 沒有的 其實只有一兩頁 他有 揭露過一兩格 其實主力來說 不是賣 他的朋友 如果沒有記錯 原住有人說過 就是四個故事 就是出國 或者之後 後面那些四個故事 漫畫裏面 他有提過 但主要是說 他經常覺得 他 應該是 他 未成名 未做偶像之前 他經常都被人忽視 這件事 所以他做了偶像之後 就說 我既然成為偶像 我應該會受萬人的注目 他不應該會被人無視 其實這一點 其實集中都是 也挺嚴重的 病態 尤其是看他最後 說他不停傳 SMS 給桂木的時候 其實起初 用電槍都不是覺得 極度變態 而說是傳 SMS 無靈 隨便 神經病 神經病 沒有的 其實你 我不知道 他去到 這個我覺得 有些不足的 就是劇本還未說到 什麼時候有這樣的轉變 什麼轉變呢 就是 一開始 當桂馬 只是一個工具 就是他有什麼不開心 就叫你出來 他發洩一番 要你認同我 就是這樣 但是到後期 什麼時候會發展到 感情在這裏 其實這個轉變 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會有轉變在這裏 但問題是 劇情沒有很清晰地說出來 就變了 為什麼後期 會喜歡的桂馬 因為 我也不知道原罪是什麼 但動畫很明顯 看到感情在這裏 這裏有個問題 其實桂馬本身 他在學校裏 嚴格來說 他真的是被人忽視 那裏 應該有些人已經不想理他 忽視到彼氏 就是 有人說 我當你透明又算數 那種人來的 所以 其實 他想著 和 法恩 他就是 看到他 應該和我類似 那樣的人 因為他應該很在意這件事 當然 桂馬大臣已經成為 已經進入了神的境界 他已經不太分辨 這個次元裏面的問題 但是這樣看著 劇情好像未必強調 他就強調不到這件事 反而他強調了 因為桂馬 我想說 這個人不留意我 我就要 令到這個人 留意到我為止 這個思想 我覺得 都很正常 對於他來說 對於他來說 很正常 因為 他真的完全是一個演唱會 一個人看他 非常介意 其實他是神之眼 他有這麼大的演唱會 他會否留意到一個人 遲些有解釋 那些事 當然 我知道他有得解釋 大衆統那些 不過 有沒有略嫌 整套 他唱歌的時間太長 大人的理由 這是大人的理由 不能問的 不能問 其實我還想要衝上一點點 剛才無懷講到 好像沒有看到他的情感 如何產生 好像跟桂馬的愛情 其實我想說 有個理由在裡面 他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說 桂馬因為很關心他 每次來都是探望他 就是做了一個理由 為何他會這樣做 但中間感情變化 就沒有做出來 或者你用另一個方法看 不是為何花音 他會對桂馬的意義 反過來 是桂馬怎樣令到他 對他產生感情 不如 因為你始終 這個主題裡面 說的是 我們的功力大神 如何令到女生 喜歡他 而令到他幫他驅運 其實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 不是應該說 是看女生 怎樣對他有好感 而是說 男主的桂馬 怎樣令到他們 對他有好感 但反過來 其實我覺得 就算在動畫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 Farm 是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要對桂馬有好感 你和他有幾個好感 當然 你說劇情表演出來 桂馬好是一個特別的 但在這個Farm的立場 其實桂馬不算是一個特別的 因為他要纏著桂馬 是因為要他認同我 老實說 如果你說 跳脫一點說 你認同不好 不認同不好 可能你認同了 其實 覺得桂馬只是一個粉絲 很簡單 因為明星 可能對粉絲會有特別的感情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想可以 你看回的就是 桂馬 在故事上 桂馬一定強制 我一直不理他 他怎樣都不理他 令到他 這個偶像 一個偶像 怎麼會留意一個平民呢 他就是利用 你可以說 偶像 可以不理他 但是現在他在意 他就是利用 他在意這一點 去令到他 注意他 而跟他 建立一個關係 但反過來說 到他接受了 他很早接受了 之後 不斷叫他 為什麼不斷叫他 你明明 始終是差了 一段關係 有一段劇情 一段 沒有了改變 是沒有了 以一個所謂的 他的攻略程序 所以說 當 不理他 他們多了接觸 多了接觸 之後 某程序的關係 就是由大家互不相識 變成朋友 而朋友的關係 就會是 朋友 我需要互相關心 而互相關心 之後 他們才會成立一個 情侶的關係 這就是一般 基督遊戲的流程 有一點 三次元 貴馬是三次元 你明白嗎 二次元 當然是二次元 一看 你看到 台灣老爭 還有一件事 你說加音那方面 轉變 以絕大多數的Girl Game來說 是不會描寫女方的感受 那他在裡面 寫得很正常 都是 看哪一隻 我相信 大多數的 看哪一隻 你在那些什麼 線上 就算我說 大部分Girl Game做 我不管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覺得 除了貴馬的觀點 我也覺得 應該明白女主角 她想什麼 這個很正常 始終你現在走的 就是回路線 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她想什麼 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她的心境變化 有些事情 我覺得 真的要有些理由 不是隨便大 就算你說 可能現在 你和她相熟了一個特殊關係 我覺得 桂馬有一句說 對的 就是你要和她 保持一個特殊關係 你是特殊的 她就會注意到你 這件事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 就算當你做好朋友 感情又怎樣來呢 友情和愛情 也是兩件事 最終很明顯 看到 是有些 倒走桂馬 說真的 玩很多girl game 你不明白girl game 現在 她是用girl game的 你不明白嗎 她是用girl game的 你不明白嗎 你不明白 我覺得有些事情 就是說 講故事就不會拚故事 她有些事情 她是用這一套 你就要用這一套去看她 你不要理她這一套 是多不合理 我只是這樣說 她也是 那句 其實她交了功課出來 她做了一個理由 為何他們會有兩個人去 你可以說她做得不好 最終 不是說她做得不好 她只是給一個理由出來 但中間感情 她是有給理由的 你只會說她的理由 不足夠令到 我們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大感觸的人 三次元 我們因為三次元 我們沒有那麼大感觸 不過三次元 不會透明的 突然 玩完 好了 那 那 圖書館員 先補充一點 OK 終於回到 有一個補充一點 就是適合偶像的音樂 其實我很深刻有一幕 就是 最後 應該是唱這首歌完了 對 演唱會那首歌 在唱會那首歌 在唱會那首歌 是 那一幕我自己很深刻 其實那個 應該是加上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復線 但有一個感覺就是 少女追夢 那種感覺就是 當年三個人一起追夢 結果只有一個整件事 很唏噓 很唏噓 是很唏噓的 但是 這個是現實 這個是現實 有一個感受 其實不是感到 是唏噓的 對 我想到 那兩個人 其實鏡頭 沒有找到那兩個人 在演唱會出場 只被一個花牌出來 嘩 花牌 我想到 那個唏噓的場面 只有那個花 即是他們只是送花 但沒有出現在會場裡面 那他們的關係 其實現在怎樣呢 那就很重要 那兩個人會過來 所以感受重心 應該這樣說 我想想表達那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 當然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還在做相關行業 但是說 他跟他已經有一段距離 但就算有這段距離 我們都依然是 我們都依然是 我還是朋友 我依然都會支持你的 其實他想給你這個感覺 也是那句 少女主要夢的感覺 就算我可能追不到 但是 你身為我的同伴 你追到 其實我應該替你高興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一幕的唏噓 那種感受 比我膽而大過 真是中村的故事 我不知道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這個基神追女攻略一下 我們下一節 繼續這個基神追女攻略一下 我們下一節 繼續這個基神追女攻略一下 我們下一節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等我補充一點 剛才說唱歌的那件事 其實我覺得 翻篇的那些歌 歌是OK的 但那些畫面也OK的 應該這麼說 我這幾年以來 我印象最深的演唱會 已經是梁宮春日 要數上去就數到梁宮春日 K-On你也不用想 畫面要是斬斬貼貼貼 要是給一些鼓鼓鼓鼓鼓鼓 但其實我覺得 《 Angel Be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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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半跑劇情的 他不是完全想成為一個演唱會 給你看到 但這次你說 《神知》這一個 《 Angel Beast》這一個演唱會 是整個演唱會 真的做的感覺給你看到 其實我覺得 出來的效果是OK的 他想造一個 偶像的感覺給你看到 我們都好像在觀衆一樣 在看演唱會 或者你說 本體來講 《 運官》整套作品 我去看的話 其實他去做一些角色 因為那個女角 擔當那個角色的位置 這方面 他是處理得不錯的 他每一個角色 他都表達了 就是運動少女 他很專心在運動場裡 即是他不會搞很多突然間進入了課室 然後就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 那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像在影射一些東西 我也覺得你在影射一些東西 大家明白的這些東西 即是就算是校園那些 在不知道什麼小屋那些 而你說千金小姐 其實他會做一個反差 就是說貧窮和富貴那樣東西 而你說好像阿芳這個就是演唱會 然後我們去到最後一個女角 應該是這個動畫版裡面的最後一個女角 圖書館 文學少女 毛口花雜 有人跟我說應該是讀刊字 其實我沒有查 有人查過給我看 我沒有查 說實話看下去 那個故事會不會約翰延長 讀刊字太多了 非常多 還有拖時間那種的讀刊 我想的角色是這樣的 我感覺其實 如果這個故事 其實因為他本身 以這麼多的角色來說 他是最接近貴馬的類型 他的訣章是最接近的 都是 當然是在次緣 都是沉醉起某些地方 對 次緣有少許差 層次有點不同 level有些不同 但其實我覺得有些東西 不應該不斷集中在女角 我應該用回貴馬的字點 他怎樣去 你當作貴馬說 我懂得讀心 他搞得自己好像讀心騰探 貴馬說他自己讀不到 因為他沒有那段 他沒有讀版 覺醒 我讀到了 我讀到了 如果自己說 貴馬的攻略程序 其實他幾次都是這樣的 我當你說回音篇都是 他想要別人理你 我就偏不理你 反差 剛才我也是 你偏那麼喜歡圖書 我就不認識圖書 要引他注意 讓他出破產 然後就成績主機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套路 說真的 套路是一樣 但這次的攻略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次 最有意思 我想怎樣說 之前那些女國 其實 他們都是駕駛馬車去 四現實 有筆摸在這裡 是正常的 是筆摸的筆 他開金手指去完成他的攻略 但這次見到貴馬的獨力 用他的嘴炮 不是啊 其實你打開圖書 上面那裡也要 這個算了 他真的令到人注意你 用那裡用言語的攻勢 我覺得是真的有意思 那一幕是OK的 那個發展是OK的 最後一幕不知道要打什麼 我們一人再說 還有一幕 是他要Alce幫忙 就是他拿了一張紙 我叫Alce 再剪剪剪剪剪剪 你修補回 其實要不要他 大哥 自己平時會談的 你自己介意 大哥要打機 很煩的 好啊 編裡面 他 Sully 他本身 第一集裡面 他營造的感覺 但第二集 就變了 開始就覺得煩了 你覺得 那個問題 就是說 他編的那一集 編得太多 這部是真的 因為原住其食 其實也很少 當然 這個位置 有情報人士 一二四處 那邊說 因為是配合漫畫中 最新進度的問題 這個是 因為動畫是花音的時候 還要是配合漫畫 然後動畫 做一些 之後 其實這個 都不是劇後的東西 之後他會翻煙一次 有翻煙一次 這部是黑人 他會翻煙一次 真是慘 翻煙 有很多的 基本上有翻煙 有翻煙 最新劇情 一次的工量五個 但就算我當你什麼理由都好 你說回家就可以打歌 頂時間 這套有什麼好打 你真是說一個心理描述 哇 十六句排幾句 都排在這裡 我是看得呆了 其實幹什麼 我覺得這方面是比較難 因為書本和內心戲那方面 其實是需要幾高技術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始終不是說 就這樣一句話 我不斷讀白 我就會覺得你這個所謂的文學少女 很害羞 但是內心很多東西想 那樣東西 我只會覺得你很煩 那不是的 如果你說我這樣看完整三集 我會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我想就想了很多東西的人 但是做的也做不到出來的 正常來說 《哈拉花集》 《說聲》這麼多句 20句裡面有19句 肯定是心理讀白來的 沒錯 但這件事是肯定表明出來的 至於你說內心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不是說去到很複雜 就是很簡單 就是他不善同人交際 所以沉著起這個書本世界 最終也都令到他不善同人交際 就是惡性循環而已 我覺得其實他始終可以用畫面上去表示 他當作在腦裡無疑一個景象 他講了這一句 然後跟著桂馬 他無疑桂馬會做什麼對答 其實這個反而 我會令到你真的在想像中 而不是你真的在讀書 是不是也有選擇項 有的 有這樣的做法也有的 但我覺得他應該要善用這種做法 因為始終你想的東西 你不是想一句文字是有形象的 你想的東西是有 成本 他與我講成本 這一集是有很多本的 你看到他很多幻想那些 立即變成妖精 然後去書 去插畫面 但在幻想上用 其實我打算他不如學著著網絲生 說你想這麼多東西 不如好像著網絲生 突然一會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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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 這樣就算了 不是新的角度 如果心狼做肯定會這樣做 反而如果這樣做 會不會跟Shirley的個性不對 心裏面想的東西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的創意是沒有什麼 表裏不一 因為心裏面是反映那個人 更加反映到那個人的性格 那你又反過來說 他看那麼多書 不可能是知識和創意的東西 不可能是少的 誰說看書看得多 他 他啊 不是啊 是誰說看書看得多 不是的 起碼你知得多 你有對比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 起碼你知 你有一個G字 他自己說他因為他有書 知道很多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所以不需要跟人溝通 他甚至連 他自己覺得自己是這樣的 看書都是看到 連愛情都看穿了 我這麼厲害 我都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是超級的 不是 最終他就因為受驅民影響 他就不希望那些書被人處理 然後就佔領了整個圖書館 手區雲影響 圖書館戰爭 其實擴大於他這個想法 你可以說是 至少我看不到動畫 這樣表現過 其實 鎖了圖書館 例如 我意思是說花音 手區雲影響的時候 他會表現到他真的隱形了 但我意思是動畫不夠 其實也不要緊 總之他困住了自己 在圖書館裡 圖書館戰爭 然後被一些書推倒 不知道是他 只是他也知道 那些書推倒他 總之推倒了桂馬 然後男信 然後就 音樂 音樂時辰到 為什麼是正鏡的地方 老實說 他op真的非常煩勇 他受op真的 雖然很好聽 因為其實之前我記得 因為他分了好幾幕 六幕 六幕 最後那幕是沒有音樂的 沒有歌詞 因為六幕裡面 他可以因應情況 去運用那幾幕 當然你也要善用 而他用的我覺得 其實出色的也算是出色 很出色的 歌詞附入 其實是斷槍水義的 那首歌 如果你經常聽 就不是那個感覺 但他這樣抽幾句出來 又中了 那一刻好厲害 神跟他講 給他勇氣 那句歌詞 就是神告訴他 我在你身邊 你就沒有問題 是真的中了 是很厲害的 但如果你說 我覺得歌詞配合 那個是滿分的 但你說回劇情 為什麼無端端 貴買一句 我只給你勇氣 你就可以有勇氣 這件事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神 太老 這件事你很難解釋到 神祖奇的 神祖奇的 因為花澤李這個角色 是說十幾年來 不可能沒有十幾年 我想說十年來 都是這樣的性格 即是 根本已經潛移化了 已經是這樣的 他不可能 一時三一看到 有一些小的東西 就是說 開竅這個東西 一拼就開 那 對 問題就是 有時候 拼什麼 開竅這個東西 你要改變那個性格特徵 我想 不是說去到這麼容易 其實你看回 動畫我不太記得 漫畫裡面 他都會有一點轉變 應該這樣 另一個看法就是 首先他在意貴馬的原因 就是因為 貴馬和他一樣 都是沉醉於某一個領域方面 就是叫做不能自拔的人 而 就是 為什麼 他很奇怪 就是 貴馬這些人 肯定是有絕對精神力 他覺得根本上是 無所謂的 現實世界裡 最好就是沒有這件事的存在 他會覺得奇怪 就是 為什麼跟他一個近質禁止的人 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其實 因為本身就是說 其實 他不是真正想 永遠留在書本世界裡 所以之後貴馬都講到這件事 他都是想 他都是想和人交流 但是他沒有 性格 或者是 其他方面的影響 令到他做不到這件事 即是說貴馬就被一個當頭棒 拆穿了他 對 拆穿了他 但又回到軟墓 去拆穿他是一個問題 就是 問題就是說 你始終是沒有那個勇氣 沒有那個能力 就是沒有的 我當你勇氣也好 我當你溝通人力也好 這件事不是一時三分之一 就是要培養 我們好像現在做的節目 不是每個人都坐著 他做的節目 一樣的 你跟人溝通 一句阿里阿龍 都可以說得出來 你覺得他的溝通能力有多高 但之後 我說完 我給你勇氣 就解決所有問題 我覺得 你這樣的結果不是不行 但我覺得 還是要中間有一點變化 我寧願你交代多一點 可能其實都不是最好勝出 至少不好好的一幕跳過去 這樣就很難看 魔鬼走的 魔鬼走的 應該說 我想這樣看 他依然在這個 路 在這條路裡 他依然是在走的 他不是真正的 即是他那一刻 就算跟那班圖書官委員 說一句 是那一刻 即是說 叫做 爆出來的 勇氣 你看到他之後 他都是熟悉的 他不是說之後 就表現到很陽光氣 很強勢 他不是這件事 他只不過是 一句說話 他想去嘗試 這個是他一個嘗試 老實說 如果圖書官委員 真的跟他說他粗口 我想他這輩子都病了 所以如果你說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說強調一點 其實他最後就不要說那麼多 即是說一句 在忍了很久 在隔了三四秒 只說一句 不要丟些書 之後不完結 就搞定了數 其實這樣也可以 變相 你始終一下子又說那麼多 即是隨便大論 即是 那個感覺 比我真的差太遠 又斷了一節 其實很多角色都是這樣 我想這些 那些其實你說 在我認識 即是我自己意識 認識的人裏面 即是有一些 就不常說話 那些人 其實 即是 都是很反差 老實說 等於你一個人 原本很純的人 你 激怒了他 他真的發火起來 那一刻 真的 你見到就好像 那隻野豬 那樣衝來衝去 但他激怒發火 那時候會去刪壞 那套書館 然後就去說話 他這裏做事實 都很被動 你竟然當自己的朋友是野豬 我不是你的朋友 真的 真的好 真的 我朋友 真的 很好 其實那一刻應該是一個爆發 那一刻 那一刻爆發之後 他說完之後 他都會說 他都收了聲 說 這樣 然後他都在怕 他聽說 我竟然這樣說完之後有沒有事 你不是說他說完之後 他的樣子很強勢的 腦袋著那些人 然後嚇壞了那些人 而令到那些人就說 OK 沒有問題 當然 都是說一句 這套東西裡面 他很多時候 在最後這些 所謂的 攻略完成前 中間的轉捩點 他表達得 不是那麼足夠 但 他後面 他有做到這一點 其實他有留意到 前面還好一點 因為前面 至少有說到 那個人會有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那個驅雲 但這次 其實就因為問題 就是在於 那個驅雲要你擺 那個驅雲就是沒有關係 每晚都是 給北摩賣文 真的沒有關係 他會說北摩 最後才說 對 他們是給你說的 這件事 不過我也想說 其實他這十二集內 其實他的交代 不是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他最後一集 也有說 第二節會 season 2 會出 其實說真的 他一直以來都很 down 他就說 嘴了女兒 然後那個波 就會出來 其實 他如果 那麼 down 其實都會重複 走回去 你看看漫畫 好像要去到第八 第九本才有新發展 現在才出第二本 單行本 已經完了十二集了 應該說 其實你說 他最初的傳聞 都是以一個中心 就是 以貴買的超二次元理論 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 他是二次元 其實 而之後 你說 用到差不多了 要開始發展 他才轉來那個模式 其實 合理 其實 至少 他不會 把那條條狂扭 不知生氣成怎樣 好像死神 好像抓小掌 我就知道 他所說 那個区魂 就是一個純粹 被他推動去做那件事 他需要 他慢慢去逐步營造 而他希望 就是用 每個單字機 坐地面 滲少少少 去建構整個 所謂的区魂 設定 因為我怕 擔心 看人看完這十二集 便說 那個人 她罪了她 罪了她的返出 其實 她的意義 不是這樣的 可能現在的感覺被人看得到C3,就是嘴了就行了 他可能是想慢慢說話,但至少我聽了10部集,我都是感覺嘴了就行了 很多東西嘴了才會哭 根據他一開始的說法,我記得大概是這樣 因為要填補他的心靈空虛 這些只是不片功夫說的,誰不懂 嘴了一刀心靈空虛也少了很多 沒錯,你如果想變成ADX版的,可以這樣就行了 這個是完癡兇 那,說筆摸吧,筆摸吧,所謂的... 妹妹來的 BNW BNW去播 BNW來的 如何?這頓妹妹 妹妹七年星,不是嗎? 你忍住啊,你這次帶我 我怕都沒怕過你 你羅里控你 哈哈 有三集短篇 一集就是這個 空色立筆的 門妹那個半集 然後有一集就是找有筆的遊戲 一流這集 然後有一集就是講做蛋糕的一集 還有最後有一集就是《知有神知有世界》 我自己是不喜歡這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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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當你有玩過就不同的說法 當你有玩過就不同的說法 當你有玩過一些... 很瘋的遊戲 但你又不知道為什麼 你自己有中國樓 那一刻呢 你看回 當年你自己都是這樣做的 用罷不能喔 你玩School Day和Summer Day之後 你又會很明白這件事 明白 沒有玩過,不好意思 以前有些玩玩一下 突然壞了幾乱馬的情況 不是很常見的 但應該也不會是大怪叔叔 我怕你玩玩下面的醜作 不過你也不會是大怪叔叔 我覺得其實那個不是筆 是有心玩他的 其實這個其實你與其說 這一集是講筆魔 不如你說是講桂馬 他對... 遊戲角色的堅持 是的 他堅持在裡面 這個神的堅持 我知道他講桂馬 很多人都理解不到他的堅持 即使我看完整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真的要 他擺明是爛成這樣的遊戲 即是一種遊戲不成的遊戲 他還要這樣做 用標題來回答你 只要神知道這些世界 那些法人會知道的 他講過的 他就是說 我要解放這個少女 這個不是少女的問題 就是要有傷的問題 所以我才這樣講 我都是同用一句 筆魔一句話 很久沒試過神誕這麼噁心 我反而是不喜歡蛋糕的 我也不喜歡蛋糕 我都不喜歡蛋糕 蛋糕我都沒有數 我是覺得他那個次序 他一開始說平衡世界那件事 我是覺得很亂 平衡發展那件事 我是覺得很亂 但其他部分 我又覺得不是太大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平衡法真的沒有需要 其實我不覺得 我看完之後我不覺得 因為我認知上 我覺得平衡這個玩法 最重要的是 將很多件事拼在一起 拼成一個砌圖 最後解回那件事件出來 才是真的用得最好的方法 但我看不出他那裡 是有什麼需要這樣做 也有的 後面不是有很多 但其實是 怎樣說 其實你是被一個超展開出來的 那時候 蛤? 有多少超展開啊? 你真的可以從一個 那件事拼出來 最後拼出來的時候 你對整件事很驚訝嗎? 我不會這樣說 我又覺得這樣說 是不是平衡發展 一定要出來的結果 要好好驚訝才行 我覺得平衡發展 就不一定要很驚訝 我覺得完整就可以了 真的有個劇情 一線第一個劇情 你以A觀點式發覺 已經挺有趣 但為什麼廚房無端有聲音呢? 到你看到桂馬的視點 才發現原來 他是回家偷吃蛋糕 所以就有聲音了 就是要解明這些事件 另外你也會想知道 為什麼他做出來的食物怪物 當然會做什麼 原來他在家裡咬了 不知道什麼鬼的東西 然後被老師看到 嚇到他走了 就是這些 我會這樣覺得 因為平衡市場的做法 其實是一件事打散了很多部分 而且很多地方 是重複了 重複了之餘去做的 其實 重複了之餘 是很多重複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最後一個爆出來的結果 是不夠驚喜 我會覺得是不夠好 我自己會這樣想 我又覺得 對 這是我自己的評價 我覺得是平衡化自己的 是什麼 最後一集 預期都是說 不如說這個 桂馬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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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雖然誇張了 但理論上三隻遊戲是可行的 你試過 我試過 我試過同時是玩兩隻RPG 再加一隻AVG遊戲 很簡單 如果是動作遊戲的話 我只要一直動作遊戲 加一隻AVG遊戲 你夠姜你 就同時打三個格鬥遊戲 你這樣就打贏我 我沒話說 那我不算 你也算是半個神 其實昨晚因為太晚回家 我要補回一些動作 昨晚我是連續 開了三個網領看 開一個小時 會短三年命 你其實很快死 沒多少年命 所以遊戲方面 我甚少用到這個程度 我看穿了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知道很快死 他不能太遲修國 所以他要吃梅 噢 這樣也被入寶 不過有沒有覺得 最後那一集有點無聊 我覺得很開心 但我飛著來看 我都覺得很慢 我覺得上半段 我會用一段開始很好笑 但那叫萬佛朝中 有這麼多人罰手 緊容得太多次 我覺得很悶 用得多次是 我覺得拉長準 因為他本身 在漫畫裡面 這個真的是一回裏面的故事 其實他拉不到這麼長的東西 或者可能是我猜到 因為我看到他在拿一個盤 打 打 打機 然後我想 為什麼你不原來的 這樣買 那我買 我都猜到 沒有東西看的 不過他也有什麼 他也開始在鋪 Season 2 他有其他阿婆 好像 我們自己家的雪姿 那個阿普 矮的阿婆 推車仔那個 那個老人 那老人 那個老人 那老人 那個老人 也出來 所以他總是在鋪 可以說是完整的故事 因為其實 其實是說 桂馬本身作為一個 不停打機的人 他做了那麼多 不是關於打機的東西 他當然是累積了很多遊戲 而這集主題之外 我收回就是 還有再解釋 為什麼他還可以保持 這個叫做攻略大神之名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神模式 你可以說 浪費了 這件事不解釋也可以 但是 對這套動畫來說 這件事很重要 反而這樣完 是完得好 唱完那首歌 更加厲害 那首歌當然是驚嚇 我看一看 本來參加了 我看一看 我差不多要睡覺 但我都被他嚇醒 那首歌和那個畫面 我看著桂馬 我覺得這個人實在沒有救 真的沒有救 從來也有救過 我從來也不需要拯救 我真的很深切覺得 你不需要拯救神 是 拜拜 加上那個聲音 真的很厲害 但最後 其實你說 我覺得最後 阿霞始終 到最後 我覺得他做不到我 理想中 那種威嚴那種感覺 在裡面 其實也做不到 威嚴是沒有的 但我覺得 就這樣表現 開來我覺得 都一般般 又不是去到很差 因為前幾集 真的說有些聲音 是很傻 很M的 你出來的聲音 真的沒有什麼神的感覺 當然現在也沒有 大聲音 其實你說 後來的轉變 就是他真的 用了一種 叫做 板起 板起 聲的語氣 去說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是很死的 反而是 感情 出不來 反而是 他所謂的 有威嚴的聲線 但是威嚴版 買了出來 就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是欠了一些霸氣 神應該有霸氣 沒有了 你沒有得罪神 神應該有神氣 氣場 你怎麼那麼好氣場 太氣力強 你連魔也都害怕他 有神就有魔 但是整體上 整個故事 最起碼就是 起程之後 其實很完整的 他做出了所有 必要的元素 在今季來說 相信 都 我個人認為是穩 這套是穩的,雖然說我剛才一套節目都有吐槽很多東西,但其實整體來說,一些劇情表現、分鏡等東西都做得好 這些好基礎的東西是做到的 港導演出,我記得第十一集的時候整本書 肯定不是一致進的 你一直在想,為什麼這幾集這麼多回憶,這麼多說話的畫面 就是要想起來,在水人射地下,好像是排山倒海那一刻 他用畫面表現出來,我比較喜歡一些動畫是用畫面去表現情感 我覺得那一刻就挺好 那一刻他給一些書本,給文字去框架 壓住了他,他自己根本就走不出來 因為他看得越多書,他就壓得越厲害 然後就是桂敏拉他出來,那一幕最厲害 其實那一刻我想了些事 桂敏拉他出來,然後整張畫面就圍著他 都可以 然後他就馬上回來了 所以那個畫面,那些基礎的東西是做得好的 我唯獨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始終是最後轉那一下,那些轉捏點 始終是沒有解釋得那麼清楚 但是整體來說是OK的 四平八王 這套真是穩定的 以及同季翻比較,已經首一致地好 因為奇奇怪怪的,那些翻翻 四平八王應該是好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主題,就是這個 會嘛,我知道 究竟什麼叫做正確的愛情觀呢 感情片 這套都不是很正確的,其實都是奇奇怪怪的 其實這套是有愛情可言的 沒有的 真的沒有愛情可言 他應該說這個叫做 你可能期待斑魔童神,可能會更快一點 因為我們有時間了,不好意思 這一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都是一如以往 下載版去download 我們今集時間是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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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集時間是這 拜拜 拜拜